晚安 各位观众 我是李华 欢迎收看一电视晚间新闻 泰鲁格号出轨事故造成了51个人死亡 肇事的包商负责人李亦祥经过复讯之后 今天中午裁定50万元交保 两个小时他就完成了交保手续 离开法院的时候看到他用腰包来遮脸 小声的来道歉 回到住家的时候呢 被质问怎么没有拉手刹车 他也小声的反驳 随后就翻墙 跳进家门 非常的狼狈 其实李亦祥呢 违法并不是第一次了 一百零三年他就下令员工 用电脑软体小画家来改图 企图要领取五十五万的工程款 遭到法院判刑 被法院裁定五十万元交保 亦祥工业社负责人李亦祥 在五名罚警的陪同下 手拿黑色腰包遮住脸走出法院 面对媒体追问 李亦祥不停道歉 随后坐上朋友的百万名车回家 大批媒体早就在他家门口守候 车子绕了两圈 才停下 下车后李亦祥一句话都不肯说 直到记者问 怎么不拉手刹车 他才小声反驳 由于忘记带钥匙 只好狼狈翻墙 跳进家门 三号凌晨十二点多 接近大动作 来到益城营造公司搜索 公司负责人也是李亦祥 五年来就承认政府十九个标案 总金额近两亿元 检方征讯时询问他有如何赔偿 李亦祥回了一句 我这一生完了 检方讯后认为他有灭政及串政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处罚 多年前李亦祥承包政府工程 没有依照设计图失作 只是员工用绘图软体 小画家改图当工程记录 意图领取五十万元工程款 今年二月法院更衣审 以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 判刑六个月得一颗法金 检察官申请羁押 那本院成审法官审理的结果 他是裁定被告据保新台币五十万元 然后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 泰鲁格出轨事故造成五十一人死亡 关键在于李亦祥有没有拉下手刹车 都是检方后续的调查重点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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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